花蓮市两名男子日前相约喝酒聊天 没想到最后却演变成为流血冲突 双方原本只是一起喝酒 突然不明原因发生口角 其中马姓男子要离开 不过灵姓男子却追了上去 拿着螺丝起子攻击 双方扭打在地 民众看得赶快报案 斑马线上一名黑衣男子骑着脚踏车 刚过马路车都还未停 就发现有人拿着力气紧追在后 男子停下车拿起车上盾气 双方就在大街上扭打在一起 活泡场面把附近居民都给吓坏 21号上午花蓮市区两名男子 酒后起了口角 洗脚踏车的马姓男子打算离开 灵姓男子越想越气 就持力气跟在后方 一等通过马路立即上前攻击 马姓男子也不甘示弱 操起车上盾气 双方爆发全武行 扭打过程中 马姓男子手脚招刺伤 灵姓男子脸部也被力气化伤 一旁路人见状赶忙上前帮忙 但看到灵姓男子手上拿着工具 也不敢靠近 只能打电话报警 警方到场时 两名男子已无打架情势 经了解双方疑似久后 发生口角纠纷 其中一名男子持螺丝起子 攻击另一名男子 拉扯中导致双方接受伤 经送医救治后并无大碍 警方抵达现场 双方还是躺在地上 无法起身 事后一人遭送医 伤势较轻的马姓男子 则被带回派出所做证讯 我们现场的话就是 协助进行清理伤口 及止血爆炸的动作 然后后续将 伤势较有严重的患者 然后送往花莲医院进行救治 朋友相约喝酒 黄汤下渡后却反目成仇 爆发冲突 这下两人都被罚班 这段友情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记者郭品佑 齐立行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